投靠町酒廟里隔壁轎道路伐算严重 用于造成交通输垢 丁共所替民众共广府欢迎 广府马上丢比390万金区 办理改善港丁 今天是关注专业先 会同上官团整个会讯 希望我刚料后可以提升既民的生活品质 为何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投靠町酒廟里隔壁轎道路 因为当年输用 平常是车流量很大 还加上很多大车为轨开这条路 造成路面破顺 当地民众乘车时常常来发生意外 因此来向管付款 希望可以再度改善 隔壁车的路不便 一些睡觉就是行车都空空睡 噗噗条 左右来车都不方便 今年5月时 我们接受到很多顿民 在跟我们认证 说路面有需要 再来做经修的需要 我们工作以最快的速度 拜托管长来跟我们讨论 这个路段因为我们本身都在土地较冷 加上是地层下温的地方 而是跟中心做路面 倒路很快就会破顺 因此这次港町是该用 隔壁轎道有高流动的按摩土来室作 这个路段地质不好 原来大概都是农田土直接就回田 不会吸 再加上这边也有种植来行驶 造成它地面下陷的还蛮严重的 那我们这部分我们这次采用工法 是用低强度高流度的温泥土来施作 会整个地质感到大概30公分 再来铺设5公分的AC 这次港町亦记会在9月中来发包10天 并在10月底来完工 来到限定会缺的管长专业生 也希望在这50天的港町中 民众可以配合改刀 这会拥有这条重要的刀 预计在9月中旬 能够进入施工10月底要完工 那这当中会造成大家的不便 因为在陆基的养护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低强度的混凝土 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让它能够更加的坚固来养护 所以这段时间大概我在这里预告 大概有将近50天的时间 会希望大家能够改到 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 乡亲都能够体谅也能够包容 能够配合 相信在这条路线将后 对民众的生活品质 和用路线的安全 都能够大大来提醒 记者 夏宜先生 彩虹报导 好 小цу 你 谢谢观看